好同學我們現在開始複習的是訓論 在整個訓論裡面我們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是實驗下來的操作方式 考試最愛考的內容是酒精燈 這個考的最多 然後呢還有一些操作 比如說如何心事濃牛酸 這個考的很多 考的很多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測量值的寫碼 下值的寫碼 這個非常喜歡考的方法就是告訴你最小單位 請你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這個考的很多遍 再來就是怎樣測量跟天秤的使用 然後呢各位所學第一個計算就是密度 但是考試的時候 有些是沒有計算 就是要觀念 我們會跟你講哪些觀念 觀念了解就可以了 密度 再來就是一個控制編音法 他會出現在實驗上面 用各種不同的實驗 都在考控制編音法 問你我這樣做 能夠知道什麼結果 或者我想知道什麼結果 需要怎麼做實驗 控制編音法 這也考過非常多遍 我們多少這樣多遍 第一個是所謂認識實驗室 了解一下實驗的器材等等之類的 這個考試最愛考的酒精 酒精燈的使用 我們說酒精燈添酒精的時候添到八分滿 有人寫的不一樣跟意思一樣 就是不要裝的太滿也不要裝的太不滿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添加的是用露斗去添加圖上有圖示給你看 然後為什麼不可以裝太滿 為什麼不可以裝的太少 因為太少的時候 它會揮發出很多的酒精蒸氣 容易點燃容易爆炸 太多的時候 因為它避免蒸氣的關係 所以它的蓋子是直接套上去的 沒有鎖緊 所以如果裝得到容易會灑出來 然後發生危險 所以不要裝太多也不要裝太少 然後八分滿的狀況 OK 我告訴你點酒精燈的時候 要用火柴打火機 千萬不可以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它那個套子是就直接蓋上去而已 並沒有鎖緊 所以你拿酒精燈點酒精燈的話 它肯定就怎樣 掉出來 酒精燈灑出來 它就燒起來了 所以不可以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零燈 這個考試問題的重點 然後呢 要燈罩蓋洗 請用燈罩把它蓋洗 蓋洗掉 不要用吹的 不要顯示你的內容很好啊 大吸喔 請不把它吹掉 你吹的時候 會把一些東西吹到外面去呢 可能會抵燃別的玩樂 所以不要做這種傻事 好 請用燈罩蓋洗 請用燈罩把它蓋洗 最後就是如果萬一不小心灑出來了 酒精燈火了怎麼辦 我們叫你用什麼 濕抹布蓋洗 你分連擊上課都跟你講過故事有沒有 我告訴你這個是用來生活要用的 不是考試用的 考試或時候會寫濕抹布蓋洗 等到這個早上就知道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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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給我注意喔 師傅不蓋洗 這些都是酒精燈的使用 重點 重點 OK 量銅 只有一種用途 什麼用途 測量液體的體積 所以不可以拿來加熱 不可以拿來配藥體 不可以拿來讓它發生化學反應 這都不可以 不可以 有沒有 然後量桶的使用 我們說目光要平視 有人寫的叫垂直 就是圖上面顯示的眼睛直直的平平的 看過去垂直那個量桶 量桶擺正 然後垂直這樣看過去 然後呢 不要高一點不要低一點 它上面寫的較大跟較小就不要管它 因為那個會大還是小 跟那個刻度在前面 它後面有關係 如果刻度在後面 就變成上面它會較小 下面它會較大 所以那個就是要看它刻度 畫給你怎樣畫的 重點是要平視 那平視都圓 平視如果是凸起來的 我們只學過所謂的水銀是凸起來 要平視最高點 那如果是凹下去的 我們也只學過水 水是凹下去的 我就平視最低點 這個目的都是為了要能夠減少誤差 平視最高點或最低點的目的 都是為了要能夠減少誤差 所以我們的目光要平視 隨時量桶看最高點或最低點 地面凸起看最高 意面凹下看最低 然後呢 量桶 就是滴管吸 這邊寫著 不可將液體吸至象體球內 單位講的一些事情 其實目的都一樣 就是 吸上來 藥品只在滴管的那個玻璃的裡面 或者是塑膠的裡面 不會跑到那個頭那邊去 頭那邊去 就是灌到頭那邊去 所以呢 然後呢 正確的把他抓著 然後壓一壓就滴出來了 然後呢 擠出硬 壓一下就滴下就好了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的尖嘴要朝下不可倒置 他跟你講過那個重點 你倒置他會流到哪裡 那個橡皮球裡去嘛 他就會產生腐蝕啊 或什麼這些事情 所以告訴你 不可以倒置 這就是 我們使用量桶跟滴管的狀況 OK